我们开始进行请 winding up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3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一些党团成员呼吁她考虑再次参选 在下届博会中继续领导民主党 但她同时表示 任何决定都将取决于她的家人和民主党同僚 会等到众议院多数席位情况明朗后再做决定 据美媒统计 当地时间12日 美国中期选举中 民主党已拿到50个参议院席位 民主党以微弱优势保住了参议院 但众议院的控制权仍悬而未决 外媒分析认为 共和党可能赢得微弱多数 这将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有望成为众议院议长竞选的领跑者 对此佩洛西暗示 麦卡锡可能无法从他的党团 获得所需的足够选票当选一场